南加州的初选进入倒数七天了 南加州跨党派的华人政治团体 一号宣布支持华人陈立德和韩逸江石熙 参选加州议员的初选 同时也呼吁亚裔的大团结 选贤宇能踊跃投票 展现亚裔的政治力量 我选加州议员 我是唯一的亚洲跟华人的候选人 希望大家来支持 恳请华人支持 陈立德现任核桃学区教委 南加州教授 洛县县政委员 安东诺维奇华人助理 还是一位企业主资历完整 两年前首次参选 败给华裔对手旅将张宁宁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积极的备战 去年募集到14万1500多美元的经费 今年卷土重来 对 有四个共和党 一个民主党 我是唯一的华人 我们超过30%的人都是华人 所以是包括Rolland High Walnut Diamond Bar 那Sanford County是Chino Hills 那在陈信的Oranes County 是Brea La Habra Plasencia 和Yorba Linda 陈立德对选情有信心 LA8020政治促进会 除了支持陈立德 还有前尔湾市长 民主党籍的江石熙 参选加州29选区参议员 而没有力挺 这次转换跑道 参选的华人张宁宁 我们还是需要选民 选民投票才是最重要 我们LA20最重要就是希望呼吁 所有的少数民族 尤其我们的亚裔 一定要出来选票 你这个票 你的投票 你这张票 非常非常的重要 亚裔团结 亚裔团结 呼吁亚裔团结 6月7号加州初选登场 地方选举外 还有总统初选 拜托 选民一定要出来投票 选嫌引人也是展现亚裔的力量 东人新闻 英红文 彭迪 吴中国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